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义字 是第十节 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我今天早上 我们主要要来谈一谈 这个义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 在诸位的创世纪的里面 有一个义的一个定义 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四节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你看到 这是由神来做一个主权 做一个主体的表述 那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他必须要服应神这一个权柄 这一个陈述 那这个事情就成了 所以在义的这一个观念的里面 他就延伸出来了 变成是一个约的观念 约就是新约旧约的这个约子 如果你有手上的圣经 你也可以回去看一看 在这个圣经的里面 所提到的创世纪三十八章 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回去把这整个三十八篇 那三十八章你能够读一次 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三十八章第二十六节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 我再读一次好吗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 在这个里头 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一个 他比我更有益 这个益呢 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约定 所以当我们在读 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亚伯拉罕信神 耶和华就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 这是一个约 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约 有大卫的约 他要永远的做王 也有 这一个彩虹的约 耶和华向人承认 当彩虹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以后不要再用洪水来淹没人 所以这刚刚提到的两个约 或者三个约 大卫之约 摩西之约 亚伯拉罕的约 今天都仍然是在存在的 反而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 摩西之约 反而是在这一个圣经的教导的里面 变成是一个宗旨的状态 因而这一个的情况 就表达了意义的里面的这一个约 这一个约定 而这一个约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 就是刚刚已经提到的 这是一个由神主动所提出来 人是被动的接受 只要照着这一个方式去做 这个约就继续的存在 他们在考古的方面已经发现 这是一个所谓的宗族国之约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 好 那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的里面 它有许多的定义来说明 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的 意思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 诗篇第15篇第二节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正直 意思说实话 第十八章第二十节 对不起 诗篇第十八篇第二十节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所以公义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什么意思 意思一个清洁 干净 诗篇第十七篇第六节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物 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一种的亮度 一种的光 所以这个意又是一个如正物一样的大大的热天 是什么呢 意就是公平 所以我们实际上只找到了 陈述了三四个定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意思什么 意思公平 意思什么 意思清洁 意思什么 意思 诚实说实话 意思什么 意思 审判 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读四篇第九篇第八节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义判断 所以意思什么 意思审判 会不会和我们的约翰福音十六章 为罪为义为审判 你看意思什么 公义是什么 都有一些的定义 但是在这个当中 这个意义最大的一个观念就是 是一个约 这个约是从神主动的定出来的一个调背 然后要人来遵守 他就跟我们有一个完全和好的关系 那 现在呢我们看 什么叫做义人 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第一章第17节 我也要翻这个经文 所以你们也要等我一下 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17节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性 以至于性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性得生 这一个经文的出处 实际上是在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 你知道哈巴谷是在这一个 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或者是南国 将要被巴比伦吞灭的时候 他所出来形容的一个他们的场景 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们是在一个 非常被逼迫困苦荒凉的一种的状态的理念 这种的状态 跟我们今天的形态 有一点点的相似 有一点点的小重合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么苦的地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可能在生活的日常的供需上 都已经非常的困难 而且他们有生命的危险 今天我们在这个Virus的里面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生活的供需还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可能也有一点 思上生命的危险 就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得了病毒 而且没有好好的移植 我们可能就会有这种的困难 因为这个哈巴谷书呢 他的这个背景就是在于一种非常困难困惑的一种的状态 但是你要留意这个第47章的开头的这几个字 他先提到神的义 然后再讲到人的义 所以你可以要明白一件事 是神要提供一个平台 platform给我们 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去与他有一个相较的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神必须要起头 先开始做一些设计 我们才能够在他的设计的里面 与他同行 而不是反过来的 我只是想要与他同行 但是没有这个平台 我们做不到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算为亚伯拉罕的意义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总是以神做主体 然后感谢主 他让我有参与他这个主体的计划的机会 当你在服事的时候 当你在走人生路途的时候 你总是有这个观念 把神的意先放在前面 把神的平台先放在前面 把神给我们的救恩的祝福 或者这个礼物先放在我们的前面 然后你要去取这个礼物 要收这个礼物 那你就跟他有一个结合的 正面的结合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一个观念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人的意呢 意人必因信得生 实际上这个地方的翻译 是有一点增值的 实际上如果我能够把这个经文读给主人听一下 在第十七节 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意是本于性以至于性 本于性以至于性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的解释是 重新开始 重新结束 完全都是人的信 完全都是人的信 相信 一直的相信 另外一个的解释是 因这意是本于神的信实 以至我们可以信他 他强调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合作的关系 所以这个意思 意思是本于神的信实 以至我们可以去相信他 所以这个信呢 是神的信实 好 这两个的解释 自己都可以去发展的 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是在谈到 当哈巴谷在说明 他们那个世代被 巴比伦亲 将要侵入 将要非常的困难的 在这个生活的环境的里面 他这个作者一直在提醒这个世人 义人必因性得生 你必须要对神 有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行动 一个意念 纵然环境非常的糟糕 可能会丧失生命 但是我仍然要相信他 我继续的要相信他 我坚持的要相信他 这是这一个 一人必因性得生的一个 观念和定义 环境非常的糟糕 有丧命的危险 生活的条件非常的艰困 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仍然的坚信 这一个就会带出 义人必因性 他就可以得到 生命 这是这一个的 所谓义人的一个观念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再来看一看 神的义的一个观念 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 第九到第二十六节 我要跟诸位说明的意思是说 怎么那么多的经文呢 我的意思来是在这里 如果你不能够把上下文都看得清楚 你只是全一节的经文来读 这个经文的解释 你可能会有一些的困扰 所以我们要能够能够把他的这个背景 或者是历史或地理 或者是这一个作者 从圣灵那里所得到的启示的一个逻辑 先能够明白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看到 我们要去解释的这一段的经文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开始 我们读到第二十六节 我还是请你们也一起的来读经文 我为什么常常告诉诸位说 当我在读的时候 我常常读得不好 我是指我个人 但是我要请诸位读 因为我再说一次 神的话是有一个位格 有能量的 当你在朗读他的话的时候 他的灵会跟你的话语结合在一起 给你一个新的启发 一个新的动能 一个新的意念 一个新的观念 所以读圣经实际上是非常美善的事 所以我请你一起来读 广东话也好 英文也行 中文也行 你的麦克风是关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貌 绝不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犀利利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 你有蛇 蛇 蛇的毒气 满口事 咒骂 苦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 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残害 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二十节 所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二十一节 但如今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由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 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成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是人 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你的意 借着这段的经文 再次的表明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 我们都是犯罪的人 都是刚刚所读到的第九章 罗马书第三章 第九节到第十八节 这些的经文 主啊 我们常常眼中是不怕神的 主啊 我们的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的 主啊 我们的脚非跟在一些不义的路上 求主因着这些经文的呈现 求告圣灵来提醒 让我们能够常常向主认罪 也因着你的意 愿意让我们能够接受你保血的救恩 你是信实的 就要成全我们 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回归到 与你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感谢你 你不更把你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承载你儿子的恩典 也来与我们一同分享你这宽大 你这样大气 让一个被造物跟你有一个更新的观念 有一个更新的关系 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而且把你儿子的名分也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就为这一些在这么困难的这一个环境的里面 当我们今天常常在这一个病毒的围绕的这一个环境当中 主啊 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看到你给我们的盼望 看到你给我们的应许 也愿意我们能够主动的回应你的应许 不单单我们能够知道你所设立的救恩保险的流出 而且也愿意采取行动 来跟你有一个接纳 你给我们救恩的这一个机会的行动和意念 就求告神所设立耶稣做我的回忌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意 愿意我和我的主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救恩的平台 我们也愿意得着这救恩 愿意与主建立成全你的神的意 也明白显明我们对你回应人的意 你就把这个祷告成全在主的面前 求主来祝福成全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